669的創貨 這樣呢 其實他出了業績之後 都懂得急了 那Carson就說 今早回回一點點 可不可以入呢 他說打算買一柱的 拿最少三個月的 創貨這些是好的公司 OK 還有他真的不會 怎樣受內地的政策影響 還有他始終的市場是夠大 北美也有 歐洲也有 國內也都有 所以他就相對有一個穩定性在 所以你看到每一次出業績 基本上都不會令人失望 OK 頂佬他出完之後 那個價格不升 可能會令他大跌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他的特色通常每一次 抽升完一陣之後 都是會有個比較長的 整固的時間 是吧 那你見到之前出業績 連續幾天抽了上來 都說由百四元抽到上去 接近一百八十元 昨天高位 那既然這一段的升浪 已經是做了出來 高位追就不著數 OK 那我的建議就應該 等他做一個整固先 這些你要給耐性的 可能未來這幾兩個月 他都會踏入整固期 那有機會這一段的整固裏面 那個價格會重新進去 譬如一百五元 一百五十多元都不出奇 所以我覺得可以先等一等 就是買就可以買 但是就不需要這些價格 立即衝進去 是的 可以等一等到時才買 因為長遠來說 Jason也是看好的 這些公司就OK 因為問題是 除了那些產品 不知為何每一年都可以加到價 它真的很厲害 對 毛利率又升 銷量又升 連續十幾年上升的毛利率 你想想本來買的 純粹是電動工具 是吧 那按照的 在純工業股 你沒辦法 你的盈利增長就不像一隻工業股 是的 所以就 是的 如果 Carson 有興趣買 就可以等他回一回 因為今次升上來 也有一百三十多元 升上來 可能都有一個回調的空間 但是… … …